大家好,歡迎收看MKC線上播報 我是主播謙佑 今天我們用案例來探討募資平台 從超電能飛行錶到紙雕版台灣白景上河圖 無論是平價實用的飛行手錶 或是尚未有人挑戰過的紙雕台灣景色作品 Blime V募資平台的專案從創辦以來就一直不斷的引起外界熱烈的討論 這個看似已拍賣網站 實質卻又不是販賣商品的平台 居然為台灣創造了一波群眾募資的熱潮 董事長林洪全先生 一身為知名部落客無名小站的共同創辦人 在無名小站2007年被雅虎奇摩併入之後 陸續參與多家公司的成立 也因感受到創新團隊資金籌措的困難 在2012年重組 昂圖股份有限公司 仿造國外建置了Flying V群眾募資網站 初期打著完成夢想 狼途挺你 你做得到的口號 為團隊開創了年賺千萬的商機 群眾募資就字面上來看 即為讓大眾替你募得資金 其實就是發表一件你想要完成的計劃 透過網路的宣傳散播 讓認同你或認同你所執行計劃的網友們 透過小額贊助來達成你的目標 這對許多夢想家而言是一大福音 傳統的創業方法常需要透過中間人進行募資 但現在創業者可先將計劃上架至募資平台上 得到足夠資金後再開始進行計劃 即使募資失敗也不用承擔任何的風險 反而可以直接了解市場的反應 簡單來說 創業者將自己的計劃封住於平台內 在計劃執行前就可以先募集願意贊助的人 得到足夠的資金後再開始進行 還可以自行決定若執行後要提供投資者何種回饋 若用了傳統的貸款方式 創業失敗除了賠錢以外 還得將貸款利息一併歸還 很有可能就從此一蹶不振了 由於這種創業方法完全零風險 越來越多人都希望藉由上架Flying V 透過重效去辨別自己的計劃 是否符合市場的需求 面對募資人來說 提案成功的效益 遠比你我所想像的還要大 曾在Flying V募資成功的 紙雕版台灣白錦上河圖發起人 陳若涵 在募資成功後 還獲得許多展出 教學 出書的邀約 他說他募到了除了資金 大眾支持外 還得到了更多展現自己創意的機會 去年僅是募資平台成立的第二年 Flying V卻已經非常瘋狂 台灣第一場由素人發起的 晉級的太白粉 路跑活動 在短短100小時內 募資總額變超過新台幣630萬元 也是台灣群眾募資史上最快破百萬的募資金額紀錄 甚至有原因只要募資1000元的 汪汪媽狗園流浪狗家園計劃 最後卻募到 133400元 這個平台更在去年吸引到第50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導演 齊柏林 選擇在Flying V上 將自己的作品 看見台灣 希望募集台灣民眾來參與他的第一場 大型戶外首映會 相對於亞洲 歐美的群眾募資行 行為更早起步 相關的法律也早已陸續的頒布 但針對群眾募資 國內目前並無相關的法令可供依循 昂圖為了給予群眾募資更廣闊的正當性 讓群眾募資踏入國家認可的範疇 現今他們的團隊還致力於推動 或成立台灣的群眾募資法 希望可以鼓勵大眾向此種 低門檻的創業廣道邁進 帶動國家經濟效益 針對他們不斷努力的群眾募資法規部分 去年也得到了許多公部門正面的回應 相關單位負責人都已表示會支持 並持續關注 與共同商言立法的可行性 現階段的 BlyinB已算是承受的募資平台 不僅與貴買中心簽約 讓大家的募資計劃可以同步呈現在貴買中心 創意集資專區 還新增審核國外提案者的身份機制 讓募資平台保有一定的水準 而國內的募資風氣也越來越夯 近日連鴻海旗下都開放了一個 創業服務的平台 Kick2real 此網站同樣包含了接受提案以及募資的功能 日前也已在4月上限 越來越多競爭者 在國內想要分一塊餅 逐漸群眾募資的潛力十足 日後發展不可小覷 在未來 這樣的模式將會更有利於具競爭力 創意的實現 不管是小企業或個人 都有更多的機會 我是MKC主播千佑 今天與大家分享募資平台的議題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經營管理 新資新訊 歡迎至MKC管理知識中心網頁瀏覽 謝謝